Leo聊事記 天音有個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波斯人對上西班牙人 這場比賽是中東錦標賽 這場比賽是由Viper對上台灣高手 Z40 Z40也是TAG戰隊裡面的職業選手 他是我認為跟天空球一樣強的台灣選手 剛好這一把他遇到了世界冠軍Viper 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的打法會是怎麼樣 那這張地圖我會把它稱為格子地圖 因為地圖看起來有一堆小格子 都是個墓區 每一個格子都是專屬墓區 而且這個還有海可以打 有點像是遊牧的那種感覺 但中間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這個青苔路是可以開船進來的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外圍蓋下馬桶捕魚之後 中期也可以按一些自爆槍 在這邊巡邏 巡邏巡來巡去 有可能就會炸到一波大碗的 直接重傷敵軍 那波斯人的智商地圖來說 是也會比較好 因為他的漁船 建造速度效率也是很快 因為波斯人的城鎮中心 跟馬喉的工作效率 從黑夜時代開始就5%的加速了 目前看起來波斯的勝率是有點高 感覺有機會下次改版或下下次改版 說不定會拔掉這個黑夜時代加5%的 這個工作效率的能力 直接讓他變成跟以前版本一樣 這個封建時代直接加死 黑夜時代的時間拔掉 不然黑夜時代的這個時間點 他就有這個經濟上的優勢 這個累加效果是非常可怕的 好我們先來講一下波斯這個文明 波斯這個文明他主要是打馬國的 有這個著名的薩爾瓦奇兵 這個奇兵單位打強弩的話 只要兩刀就可以砍死了 但在12月12號今天的改版裡面 好像已經把他打強弩傷害下降了一點點 現在還不知道是要砍兩刀還是要砍三刀 好像是有點改變的樣子 波斯人他會喜歡這個波斯城堡 可以讓他的城堡更砍一點 而且打這個衝車步兵還有額外增傷 受到對方的劇情投石機的傷害 也會減少25% 當然是不只是劇情投石機 就是對方的工程器單位都是 波斯人後期主要是打波斯工兵 還有這個騎兵單位還有波斯戰相 作為主軸的 那他的步兵系稍微廢了一點 但槍兵系還是可以用的 他的步兵系這個名兵只有常見兵 所以是不要用比較好 好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 迈克學的文明是西班牙人 那西班牙人昨天我們看到MBL 使用這個西班牙人20根火炮塔的戰術 進行一個可怕的壓制 那這場的比賽遊戲來說 算是馬國對決 那西班牙人來說他打這個寶兵 是比較好應付馬國的 尤其是打這個對方是強力馬國 像什麼192遊俠之類的 陳寶石在打C幀 往往可以做到蠻好的效果 那這個文明他的特色 是每點一個科技手 可以獲得20塊黃金 我們這邊看到 BIPER點了一個織布技術 黃金獲得了20 那他的劍刀速度 也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那火器攻擊速度 也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所以西班牙人後期 其實也是蠻難纏的 畢竟他的戰毛兵 槍兵 跟大洛馬升級都是完整的 這邊Z40想要抓村民 好像有機會抓掉 這邊一個圍起來有機會嗎 沒有辦法 最後還是死去了 這邊拖到了 蓋均嶼的時間 讓自己洛馬出去的時間 更晚了一些 這邊直接挖金晃 還是下馬就 要來鬼轉 鬼轉工兵呢 但西班牙人的工兵是不能升級的 所以 工兵是有點太浮誇了 不然鬼轉以毛兵如何 看到這邊 Z40的肉馬壓制 做到了一個不錯的成效 我們看到Z40這邊是挖黃金 五個人挖金 五個人挖金 這邊要開始轉 槍兵了 轉這個 弓兵了嗎 槍 槍弓矛 如何 但是 VIPER這邊轉出了弱馬 可能讓Z40有點疑慮了 我們不想要轉弓兵 直接出這個火戰船就好了 好 這邊有出火戰船 想去燒一下VIPER的戰艦 跟漁船 當然VIPER也是有準備的 這種複合式地圖 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你除了海戰以外 入戰也要打 火戰船過來 燒一下VIPER先守必勝 燒到了這邊 應該是不可能回頭打戰船 反正你打不贏 先燒漁船就對了 這邊漁船一定要保住 哇 漁船好像繼續走就沒事了 哎呀 好 那VIPER這邊的弱馬 抓到了一些村民 拿掉了一村 VIPER這邊是殺掉兩村 自己則是被拿下了一村 好 那這邊目前 平常看到 Z40這邊經濟是相當優勢的 現在村民是領先了三村 然後漁船則是領先了六艘漁船 經濟是非常偷的 偷了非常多艘漁船 好 那 剛剛還殺掉了VIPER的一艘漁船 算是蠻賺的 這波 感覺不虧 其實是剛剛被抓掉兩村 欸 應該是一村而已 被抓掉一村 也不是到那麼有感 畢竟波斯在封建時代 也有這個工作效率的加成 你看這個村民術 一直在臉線狀況 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經濟 不輸人 就算被偷了幾村 也馬上就可以農回來 沒意外的話兩邊應該要來準備升到城堡時代 上方落馬 四隻 藍白牌這邊戰艦也是蠢蠢欲動喔 開始往上走了 這隻放一個乳牛在這裡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要當眼睛用嗎 被趕化掉了 被帶走了 就代表有船經過 好這邊船護燒 肉馬被戳掉了一隻 槍兵被解決掉兩隻 第四靈這一波反打槍兵效果還不錯 但對方槍兵出的實在是太多 VIPER上面戰艦直接被燒掉 好第四靈點下了城堡時代 先打的東西是升級馬卡跟奴炮戰艦 直接升級火戰船 像從海戰拿到絕對的優勢 自己有捕魚優勢的話 肉量就不會輸對手 這邊第四靈又用肉馬擊殺掉了一隻村民 看起來VIPER是有點尷尬喔 被Z40這個節奏滾雪球 滾得有點嚴重喔 好這邊變火戰船 攻擊更好一點 二攻對一攻 欸 燒掉 起碼這邊是補了一根城堡 看到海在打馬 有升級這個馬卡 品種也補了 645第一起 好 騎士過來 這邊補下了二級伐木跟耕種技術 後方的修道院也補下了 這一波 犧牲出來 可能會毀天滅地喔 好 這裡趕快補一下木牆 好 這裡趕快補一下木牆 好 後方老頭出來 著想一下 騎士 被逼退 好 細針出來了 這個是馬國的惡夢 城堡時代最麻煩的單位之一 他的存在 宛如這個飛鏢騎兵喔 非常的難產 他跟飛鏢騎兵一樣喔 這個射擊時候會射得歪歪的 所以閃射的話 他還是有機會 去射掉成盾的單位 但是他的攻擊速度 比飛鏢騎兵慢了一些 雖然西班牙有這個火槍的攻速加持 但打起來還是比飛鏢慢了一點 好 往前推 看到修道院 白魄也轉出了老頭科技 神聖思想跟宗教狂樂 增加一下老頭的血量 跟這個移動速度 這邊射成是7加1 蛤 他點贏罐了 好 結果這一波騎士抓得很漂亮 Z40這個一個BD偷家 偷到了很多村民 哇 村民樹的拉鋸 來到快要20村 這邊老頭被承認東西射掉了一隻 要自滴嗎 自滴 先打老頭 OK 但這個騎馬生鋁 應該是騎鋁喔 騎鋁生鋁有點麻煩 跑得有點快 再拆一刀 哇 射歪 沒中 好 剩下9滴血 好 這邊也點下了贖罪思想 現在波斯人的生侶 也是可以招搶敵方的老頭 好 後面看一下 等一下 波斯好像沒有贖罪思想的樣子 我覺得他的老頭偏弱 想想怎麼會有 記錯了記錯了 波斯人他剛剛是招搶 這個C班的征服者 並不是招搶對方的老頭 剛剛看錯了 我想奇怪 對啊 波斯的老頭是數一數的爛的 好像有這個科技也不正常 好 那上面有非常多的魚船 還在捕魚 甚至捕到了中間這個位置 那這個瑪峰呢 可以前後捕 那目前捕魚的優勢 讓DC人經濟非常的好 我們來看經濟現在差距多少 經濟分數現在差距到了 支援贏了快要三千支援啊 太狠了 不是三千吧 是那個 三百嗎 好 這你再看一下 喔 我看錯了 哇靠 真的是三千耶 我剛剛以為是我看錯了 Z40贏三千支援 這我算是世界冠軍 還能夾得住嗎 這個經濟優勢實在太大了 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很好 碼頭也是 現在又打贏海戰 路面入戰的部分 也沒有打出對方的犀增 駱駝繼續出 然後配上老頭招翔西脈征服者 這邊招翔 那我覺得BIPER這邊要趕快點贖罪思想 喔 點了 最近Z40這邊有後面這幾隻老頭 一直在這邊 乳乳小小 他還沒有辦法很安全的去招翔對方的 那個駱駝 那先招掉對方的生侶喔 後面就會好處理一點 就用吸針開始打呆跑 好 差一秒 但是來不及 本來想要招翔 但是招翔差一秒 OK 快快 好 可以了 現在可以了 但是Z40沒有打算給對方機會 BIPER好像直接被壓寶壓在臉上 直接招六隻有機會嗎 BIPER招到六隻的單位 大量駱駝直接變成BIPER的 總統是六隻嗎 喔 五隻而已 差了一隻 但是對方壓寶不可避 這根寶應該是起來了 後面五隻老頭還在繼續招 好 這裡要果斷放棄囉 撤了撤了 撥了工兵鎧掌 ZC這邊村民宿來到了89村 對上BIPER的62村 村民差距25不止耶 如果含這個漁船的話 來到35了 經濟差距很誇張 補完一根寶之後下面補一個城鎮中心 要來挖WIPER的金礦 還有這邊不給對方想要有挖金礦的機會 直接用奇驢生驢去招搶村民 招搶到了四村 直接用你的村民去蓋城鎮中心 第40被反降了異軍 後面被招了一些村民的關係 沒有打算要繼續開城鎮中心 補一個市集 應該要回頭髮個木吧 或是下面挖礦 當然不知道這裡有沒有視野 好 MIPER這邊點了輪軸技術 稍微補一下經濟 但Z40這時候已經點帝王了 經濟好成這樣子 人家離帝王時間還有一大段的路要走 但Z40這邊輕輕鬆鬆的 就要把MIPER 嘖 直接招搶了五個老頭 MIPER 你真的是太狠了 手速好快 最後一隻老頭也招搶掉 這是甚麼 神操作 順招五老頭 好 船教室跑來是蠻快的 但這邊火戰船有點麻煩 殘血是3滴血 這裡可以招響了嗎 還差一點點私立時間還有一段路要走 好 回頭招響 可以 叨叨叨叨叨叨全部變我的吧 駱駝們 第410 有機會 跑得掉嗎 可以 剩下兩隻而已了 好 第410轉出了弱馬 看到這裡大量的鯨鱘生理喔 受不了了 這些駱駝本來都是自己的喔 現在都變成敵人的了 Viper這邊手術實在是泰爾了 瞬間招響戰術 我們來看他的招響單位有多少 24 嗨 太沉了 24 24 好 清洗兵過來 連弱馬也想招響 這就有點過分了吧 Viper 好 這邊傳教士沒有控好喔 為了招之駱駝全部的傳教士進入了CD時間 現在傳教士就只能單純在原地幫隊友補血而已 好 加利補一根堡防守一下 D40稍微有點感受到YASI 他現在時代領先一個應該是10拿9穩了吧 我還沒有看過波斯領先一個時代有輸過了 最近這個文明後期相當強大 還有波斯戰象 波斯戰象現在是沒有辦法擋住 Viper的老頭陣了 所以麗士林這邊要打贏現在這個情況 就是要轉出更多的肉馬 進行反擊喔 可能大概三四十隻 直接A過去就搞定了 後面再補一些駱駝 解決掉剩下的駱駝 跟犧牲 好 MIP過來看到大良村民 抓了個正著 老頭要招嗎 不招 等一下就除思想 好 上方蓋跟寶 直接壓住了兩個城鎮中心 MIP的反擊好像慢慢奏效囉 MIP的分數並沒有落後太多 只有落後八百分而已 MIP這一波有機會 逆轉勝 有機會 MIP Z40能夾得住嗎 但Z40直接不管後面老頭直攻他家 OK 還好 就除思想還沒有研發好 剛剛 所以巨型頭實際應該在射成外面喔 沒有被招強掉 後方的老頭部裡是對的 這裡稍微收村 然後讓村民去其他地方伐木 挖景氣就好了 這裡蓋一根堡 用巨頭開拆 現在就用時代上的優勢 慢慢拆除前方的東西就好了 好 補下了二級馬凱 哇 這一波落馬抓到了 MIP的村民 太賺了Z40 OK 好 買盆開始有點覺得尷尬 欸 你怎麼不屌我的本隊阿 我後面這麼多老頭你不來抓嗎 好 這種感覺 Z40海盾是 I don't care 我只想care你的城鎮中西 好 後面這一波 村民有點亂跑囉 好 哇Z40開始送村民 但還好他的駱駝 打村民傷害不高 主要輸出還是要靠火槍兵喔 去打村民比較快 老頭也沒在著想 現在白盆有這個夾正面的壓力 這根堡要是掉了 就會很難打了 原來沒有東西可以阻止Z40前進了 4台巨型頭司機 但是後面補的村民有點多 19村 但是沒石頭了 要買石頭嗎 買石頭的話就不用上帝王了 好 後方火槍繼續射 用老頭找上下火槍 出了波斯戰相 你要確定欸Z40 人家有傳教室欸 好 沒有往後走太好了 往其他地方衝 往沒有老頭的地方喔 開始進攻 波斯戰相直接往前頂 頂承承中心 好 繼續跑往前 要不要先拆修道院 拆修道院也不敢按老頭 前方弱馬亥多 往後搬 這波Z40打得很好 好 最後使用波斯戰相 解掉後方這一坨 我們回頭看一下 這坨發生什麼事 好 這一坨的解法 Z40是用老頭配上洛馬 還有波斯戰相 用少量打擊 用洛馬去追傳教室 傳教室直接棄傳逃生 波斯戰相直接過來 幫忙解掉剩下的船與部隊 這波逃生應該是難逃一死 三隻犧牲過來解救一下 好 洛馬繼續逼近 好 那Z70家裡的問題解掉了 可以專心開始進攻Viper家裡的領地 上方兩棟城鎮中心 是Viper的最後的城鎮中心了 這裡的城鎮中心也沒了 戰相還是瘋狂亂頂 這邊肉馬即殺到非常多Viper的村民 村民宿只剩下79村 村民差距來到了誇張的50村友了 好 傳教室還在繼續著想 Viper還有戲嗎 感覺偏難了 戰相的問題還是沒解掉 本出了槍兵 但城鎮打帝王還是很難受 好 戰相終解掉 哇 戳了有夠久 好 Z70爆了更多肉馬 好 傳教室想要遭翔巨型頭死機 但是一再移動 傳教室沒有如 如願以償遭翔成功 打出了GG 恭喜Z40拿下這場比賽 那這場比賽的最後呢 如果大家想去看直播或是紀錄檔的話 那到這裡就可以先關掉了 我後面來講一下Z40 最後是比賽有沒有拿下 好 我們先來看機器 我們最後來公佈 Z40最後有沒有打贏Viper Z40這一把比賽呢 是拿到1萬4的支援勝利 1萬4太狠了 太多了 KD則是1.19 KD來說我覺得問題不大 Viper這邊的老頭招翔 確實招得非常漂亮 瞬間招翔五六隻的騎兵單位 這個手術 真的是要練過才辦得到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公佈 最後Z40是拿下這場比賽 最後是以1比2的戰績 輸給了Viper Viper最後是晉級成功 我是覺得 台灣選手能打贏世界冠軍等級的選手 就宛如台灣選手打贏 Fraker一樣的感覺 這已經很厲害了 雖然沒有最終拿下Viper 但至少也打出了Z40 他該有的身價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